岁末寒冬送暖 圣员宫捐赠百米400公斤给吉安乡 为请乡公所发送给境内的弱势家庭 乡长游淑珍代表接受也办发感谢状 感谢来自公庙社团的爱心 让吉安处处有温暖 花莲圣员宫马甫千岁汇集信仲善款 多年来持续捐助关怀弱势 岁末年终再捐赠400公斤百米给吉安乡的弱势家庭 对我们都每一年都会持续的在做这个捐米 新山的这个动作 来回馈一些 借用这些我们的三星大德所捐的百米 那我们就是给公所或各乡各村一些 那种活动中心啊老人共食 这些我们就是把这些三星大德的他们这些米 拿出来贡献给大家 来做这个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温饱的一餐 后续还会针对学校来做一些那种文具 让一些清寒的清寒家庭的小孩子 在学校他们有比较完整的文具让他们可以使用 后续阶段性的会慢慢来做一些活动 吉安省长游淑珍代表乡亲感谢盛员工信众的善心意举 吉安有爱用家人的心关怀每一位乡亲 谢谢盛员工带来满满的祝福 也带来了马府千岁的这样的一个安定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乡亲新的一年平安健康 四百斤的白米 寄住给我们的乡亲 也带来了社会正能量的一个寄住的力量 年轻人的苦力 劳力 工作认真的收入 转化成一个社会的关怀跟弱势救助的量能在吉安 每年义住的吉安的一个友善作为 辞政要代表吉安乡的乡亲 对我们圣员工义住的力量至上满满的感谢 也要对平日社团公庙 义住吉安的上能至上最高的敬意 因为有你们吉安更好 吉安乡公所社会客邀请境内中低收民众前来领取白米 由乡长游淑珍和副主委杨义龙亲自把白米送到乡亲的手中 而游淑珍和丁宁乡亲要注意保暖 并且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介络会吉安乡报道